街頭一片雾茫茫 空氣品質亮紅燈 小心空污清洗肺健康 國健署公佈十大癌症排行 肺癌首度超越大腸癌 成為國人癌症耗發第一位 我們大概是推斷 第一個大概就是因為 大腸癌有下降的趨勢 那肺癌因為民眾可能有 自發性的一些健康檢查 健康的事能 過去十五年 大腸癌都是國人十大癌症首位 但一百一十年肺癌新發生人數 共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人 較前一年增加五百一十人 而大腸癌新發生人數 是一萬六千兩百三十八人 比前一年減少五百九十一人 是否因為疫情篩檢量 減少之下影響發生率 後續趨勢還有待觀察 一零年的癌症篩檢 跟前一年是有下降 大概百分之一十五 等作用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的後續都還要得觀察 前十大癌症發生排行 依序是肺癌 大腸癌 女性乳癌 肝癌 口腔癌 胰臟癌也幾近前十 一百一十年新發生癌症人數 是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二人 跟前一年比起來減少兩百一十七人 癌症時中則是維持四分十九秒 就有一人罹患癌症 就年齡的中位數來講是六十四歲 那如果是男生的部分是六十六歲 那女生的部分是六十三歲 那初發生率部分 除了年齡 家族史高風險 最好也到醫院定期做篩檢 及早發現治療才不怕癌症 找上門 三年修 劉瑛玉可不可以 還沒參考不到